距离4月15号报税截止日期剩下一星期 按照往年数据显示 全媒每年平均有近四分之一的纳税人 拖到最后一星期才报税 会计师提醒只要把所有相关文件准备期前 现在报税还来得及 在剩下一周的报税时间里 不论是自己用电脑软体报税或请会计师协助 最重要的都是要将所有收入与资产文件 有系统的准备期权 提高填写报税申请表的效率 你只是一个拿薪水的一个纳税人 那是非常简单 基本上一个W-2 但是如果你有投资到其他的事业的话 你不管是个人公司或者是S Corporation S Corporation这会有个K-1 PODC区别会有个K-1 那你必须要有这些K-1才能够去报 那当然如果你投资到一些security fund的话 那些大的公司的K-1 可能在4月15号之前没办法提供给你 所以这些资料都是你必须要提供给会计师 请会计师帮你发表extension 纳税人可以从前一年的税单 推测今年是要补税或是可以获得退税 但是要记得4月15日不仅是报税截止日 也是补税截止日 如果预期欠税将面临罚款 如果真的来不及 所得税申报可以延期到10月15日 但还有其他多项税务申报日期也陆续到来 我们各位知道就是说第一个4月10号是一个房地产税到期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要忘记了 否则也会有罚款的 那当然4月15号除了报延期以外 公司的800块钱的minimal tax也必须要交 就是说如果你有生意的话 如果你有成立公司的话 这个800块是4月15号是第一个报税到期的日期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6月30号是F8 海外那个银行账户必须申报的 那今年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表格现在没办法用纸张去File 必须在网上面Electronic File 会计师并提醒 卖出股票基金不论是赚是赔 只要有资产变动就要申报 股票损失最高还可抵税3000美元 举 sieht的他们的措剪 1.0 字元 3.0 3.0 4.0 4.0